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有迹可循 王一博心定尼尔森 卡卡与步步无缘同一战队 这就是街舞战队分组即将来临 王一博心定尼尔森 不得不说 街舞大神尼尔森加入王一博战队早就有迹可循 很多人说尼尔森在庚哥的队里 怎么可能去王一博战队 后期选人环节证明了 庚哥主动退出 尼尔森成功加入王一博战队 这个毋庸置疑的是 毕竟在街舞中 都是强者与强者之间 有着心心相惜的关系 王一博对尼尔森说 我看到你比赛失败后的那种失落感 我也一样 很喜欢赢 尼尔森选择王一博不足为奇 但是有一个人没有选择 着实有点让人小小的失落 那就是卡卡 步步的徒弟 居然没有选择到王一博的一波王闸中 这个也是让人有种失落的感觉 太希望看到他们在一起的爆笑场景了 彼此调侃 欢乐无穷 其实这个互动 更是从一开始就有着梦幻联动的关系 王一博超级喜欢步步 这个已经不言而喻了 但是步步呢 这次把自己法国的朋友们都叫了过来 无论是尼尔森 最可 卡卡 小凯 都是个顶个的大神 其实对于街舞而言 确实是赚足了关注度 这也是为何他能在海外平台的收视率这么高的原因 同时呢 王一博这次超级开心 大神云集 又是自己学习的好机会 能不兴奋吗 同时他也表现出一幅交友小达人的状态 对自己喜欢的选手 那真是沟通无极限 随时随地都在学习交流中 特别是步步 那真是爱到骨子里极致 在一开始 人群中寻找步步的身影 一到录制现场 就隔空表达爱意 更是在法国街舞大神组团中 能是把自己塞进群聊中 王一博 看你则身硬塞入他们中 着实有种不值钱的感觉呢 这应景的画面 有点卡布奇诺 或者奥利奥加薪呢 是不是 有没有 看了感觉确实是有点这么回事 不知道王一博本人如何看呢 与此同时 我们也发现了 王一博跟卡卡的梦幻联动 更是相当好玩 第一次打招呼 王一博就开始小编剧上线 卡卡 你怎么不care out步步呢 瞧瞧 这个孩子真是看热闹不闲事大啊 人家卡卡这么可爱 还特别尊重自己的老师 你咋这么坏呢 没有想到的是 卡卡居然阴差阳错 学了一句不咋地 被王一博也运用的活灵活现 对着步步就告状 卡卡说你的作品不咋地 与此同时 对着卡卡的作品表达看法的时候 也会调侃到卡卡 不咋地 只能说 王一博 我们知道你喜欢步步 可是不带这么玩的 欺负人家可爱的卡卡 不懂中文 没想到 卡卡知道其中意思后 在即将上演的战队秀中 卡卡直接回对了王一博 一博团队 不咋地 好吧 因为有王一博在 注定了步步跟卡卡 是不能再同一对了 爱是不能减半的 真是无限精彩 又看着无限欢乐 这就是街舞 Love and Peace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